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神的欢迎是 《使徒行传》一章12到14节 给大家带读一遍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这座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菲利多玛 巴多罗马 马太 亚拉菲的儿子雅各 费内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地恒切祷告 阿们 我们今天以使徒行传的一章 十二到十四节 读过的经文为中心 围绕着 祷告是要借着神的帮助而活 这样的题目来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一桌的名祝福你们 一定要成为祷告的人 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耶稣看到法利塞人在离灰堂不远的地方祷告 他们说我们守着神的诫命 我们也孝敬了父母 而且我们当献上的也都献上了 所以这样的祷告就不是祷告 而是像一种报告一样 大家我们一起来说 我的祷告呢 是把我的事来 卸在神的面前 借着神的回应得到解决 所以耶稣看到这些法利塞人这样的祷告 不单是这样的祷告 而且他们呢 今天说的话 明天照样的再说 后天呢 也同样的再重复 看到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 就对他们讲 他们仿佛就是说 来告诉他们的神 我们活得的是这样的优秀 在夸耀他们自己 所以主耶稿就对门徒们说 你们不要这样的祷告 因为呢 他们呢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人的称赞 所以在天上就没有奖赏了 你们祷告呢 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也就是说求的不是宇宙之内的 乃是呢宇宙之外的 在宇宙之内工作的 就是宇宙之外的我们这位神 这位父神 你们要向这位父神来祈求 那大家我们还没有感觉嘛 比如说 有一个乞丐到有钱的人家门口 敲门了 要饭呢 说给我点钱嘛 这样的话呢 我才能买点辣面吃 那每当这个时候 这个有钱的人呢 他如果有感动给的话呢 他就可以给 他没有感动给的话呢 他就可以不给 他或者也可以说 你为什么到人家门前来敲门呢 还不马上离去 他倒是可以这样对待这个人的 然而我们的父神呢 却不会像对待乞丐一样的 来对待他的儿女 因为他有责任来养育他的儿女 我们呢 也有权利来接受父神的养育 我们有这样的伟大的权利 所以呢 父神告诉我们 要凭着这样的权利来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呢 你们跟父之间 你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各位 我们跟父要什么的时候 能不能在父的门前说 父啊 给我两袋米吧 我们的孩子 一个月的话 需要这两袋米 有这样的儿子吗 那一定呢 会进到屋子里边去 来到父亲的面前 说 父亲 你有什么事 我需要两袋米 因为孩子呢 长大需要米 所以说呢 给我两袋米吧 你怎么 怎么活的 怎么连米都没有呢 好 还需要别的吗 还需要别的吗 有啊 需要什么 需要做饭的话呢 还要需要 需要这个盖子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菜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买衣服 所以呢 父亲呢 会一直在问 你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只管跟我要 你只管跟我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就是儿女跟父亲的一个关系 这位神呢 他是我们的父 那这不是说呢 从宗教的角度来说 啊 他称呼上帝为父 所以我们就称呼父神啊 父神啊 不是这样的 乃是说 如果是在路上的人呢 在路上遇见一个人 不会喊父啊 也不会对人喊母亲啊 不会的 再亲也不会网称人为父 那么父跟儿女的关系呢 就是你为了彼此 经历的关系 父呢 有生活的经验 我们有从父里生出来的经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喊 父啊 我的父啊 我的天父啊 我的阿爸父啊 那我们的这位父 他是怎样的一位呢 他是全职的 他都知道我们的不幸 他是全能的 他也都可以解决我们的不幸 所以呢 他是这样的富足的一位 他在智慧上富足 在知识上富足 在能力上富足 天地所有的万物呢 他用几句话就都创造出来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一位富足的伟大的父 父呢 在养育儿女的时候 儿女小的时候呢 不用药啊 一哭啊 只要你一哭 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 都是一哭 他就有饭吃 所以只要哭 那就问了 为什么啊 学什么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哭 我记着 我下面的第三个弟弟啊 他不爱说话 当他需要一个童字 十分钱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十分钱 一个童字 他就可以呢 到小店里边去买 像我们的家的饼干 买七个 有一天呢 就开始坐在院子里面了 这个腿啊 就一身呢 在那儿打滚地哭啊 你们怎么哭啊 我们问他 根本就不说 那我妈妈又问他 你为什么哭 他一定说 我要十分钱 他哭他就要十分钱 他就在这个地上啊 又滚啊 整个脚又搓啊 腿又蹬啊 那老这么出来搓去的话 不就流血吗 所以妈妈怕他受伤 赶紧都给他十分钱 孩子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 所以一给这十分钱 马上就不哭了 一个就笑了 就因为这十分钱 所以单单哭啊 这妈妈就敢去问他 你要什么 告诉他不要哭 怕他受伤害 马上就给他十分钱 我们的父神啊 当我们的灵魂呢 在罪死亡地里 受痛苦的时候 我们没有跟神要 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我们也没有 要耶稣成为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替我们死 偿还我们的罪债 来拯救我们 我们没有这样的穷过 各式呢 现在却将自己的儿子 拆派到地上来 找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流血 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使我们的罪宣告无效 他偿还了我们 因着罪要丢在地狱当中的 罪债 用真理 用福音呢 用圣灵重生的我们 叫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凡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呢 就知道 那上帝啊 是我的父神 是我的父神 哈雷路亚 是我的父神 这位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呢 他是造物的主 他是叫无变成有的 一起说 他叫无变成有 像代理 这样的人呢 他让他做了 总理 像约瑟 这样的人呢 这都是呢 被这个国家 给裸去的人呢 也是同样的做了总理 而且像大卫 这样的放羊的 居然呢 成了王 结果呢 把以色列变成了一个 政治军事 外交的一个大国 所以这些事呢 谁能做得到呢 唯独我们在天上的父 才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承认 神是你的父神 回答 阿们 哈雷路亚 神造了我们的人生 之后呢 神又把所有的万物 来赐给我们世人 叫我们治理 征服 来享用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把宇宙之内的一个支配权 赐给了我们 再让我们吸收空气 活着 空气抵挡我们吗 他不会说 你为什么吸收我 他不会这么说的 我们喝水 水抵挡我们吗 不会的 我们吃饭 饭抵挡我们吗 不会的 我们吸收太阳的能量 太阳抵挡我们吗 他没有我们 你为什么不叫睡 没有 因为呢 神呢 赐给了我们 叫我们使用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了 我们就有 可以自由地使用的权利 所有的世人呢 说起来呢 都已经蒙了这样的祝福 大家承认地回答安门 所以呢 创世纪的一章 二十八节里 就说 神造了人以后呢 就 赐福与世人说 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这地 如果没有 生养众多变满地面的话呢 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之所以神要说 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还要治理这地 管理这地 不断地来 耕耘这地 照着你的所需 来使用 来享用 也要管理 海底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 各样 行动的活物 那这是神的吩咐 神造物的主 我们的父神 祂从无到有地来进行创造 祂这样的吩咐我们的 我们踩在大地上 祂不会打开我们说 你为什么踩我 我们摘树上的果子吃 祂也不会说 我结这个果子 从春天就要开花 而且还要在风雨当中来长大 你为什么要摘 祂不会这么说的 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 人生的权利 这是对我们的祝福 然而呢 我们这样的 有着这样的 权利的这样的人 却没有能够使用 这个权利到底 结果中途呢 被夺取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 美丽的伊甸园里 上次我对大家讲过了 那里边留着 四条大河 有 有巴拉底河 比格里斯河 基讯河 比讯河 那里边呢 是非常的富饶的地方 生命力充满的地方 亚当小巴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园子里 夫妻两个人是怎样的幸福呢 但是呢 可是呢蛇呀 就来了 当时蛇呢 是能够走路的 是瘦 它瘦了咒咒之后呢 成为了爬虫类的 所以当时呢 它是能走的 说不定它这么走 蛇呢 恐怕当时呢 长得很 很漂亮吧 人看上去 不觉得厌恶吧 现在我们看着蛇 我们说实在的 来讲 蛇呢 其实呢 是很干净的 这样的火 可是是不是觉得 很个硬 很讨厌呢 为什么呢 它当时呢 是野兽当中最狡猾的 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呢 都更狡猾 神的已经吩咐亚当了 治理征服万物 但是就一个不可做的 那是什么呢 大家我们可以喝水 我们可以吸收空气 但是我们毒药可不可以吃啊 所以你不可以自杀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不要死 你不可以自己 结束你的生命 那么神说的 如果你吃了 原子中央的 你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 你必定死 这个必定死 这里面是什么样一个语气呢 也就是说 会有叫你吃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了的话呢 是不行的 所以你要慎重地来思维 思想 绝对的不可以吃 是的 日子必定死 人呢是一个属灵的活物 西部来话呢 是一个属灵的活物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吃的话呢 你的这个灵呢 是要死的 也就是说 因为罪债呢 要被丢在地狱的火壶里 在那里面来诏受 勇敢刑罚 因为罪要受到这个痛苦啊 是你难以承受的 因此 无论如何 你不能吃这个伤的果 所以这是神呢 非常非常非常地 来严重地 来叮嘱她的这样的吩咐 可是呢 蛇呢 就来诱惑下巴女人 说 你为什么不吃呢 她就回答说 神说吃的日子 免得你死 蛇就说 不是的 如果你吃了的话呢 你那就可以像神一样 像神一样 像神一样 眼睛明亮 直到善恶 女人听了这话 就信进去了 他就信进去了 人呢 虽然呢 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呢 是那样的幸福 可是呢 因为犯了罪的缘故呢 就成了不信的人了 怎样的不信呢 创世纪的三章 十四到十七节里就说 神呢就说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福口 你吃了你妻子 叫你吃的上个树上的果子 所以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 本来蒙福的这样的地呢 因为亚当受了咒诅呢 这个地就一同受咒诅 所以呢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也就是说 你的肉体呢 才能得以存活 可是呢地必给你长出荆棘 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本来永远要活着的一位 为什么成了这样的受咒诅的一位呢 本来永远要治理和征服 享用的一位 本来呢是这样的有权品的 这样的富足的一位来着 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如此的凄惨呢 这就是因为不顺从神的话语 而导致的结果 有的人说 就是不顺从神的话语 就有这样的事吗 神是造物的主 神呢是赋予宇宙秩序的一位 也是赋予了人生存的法则的一位 那这就是他的话语 那如果干办了他的话语 因为就一定要付出罪的代价 那这就是罪的工价了 所以人呢就这样的受了咒诅 结果导致灵魂必须要死 而且人的罪的工价呢 就要在地狱的火火里来遭受永远的刑法 人在神面前呢 灵魂体啊 都因罪受咒诅 成了必灭亡的一个存在了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性命结束的同时 我们里面的这个亚当啊 因为肉体呢 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们里面的灵魂 才是真正的我 我里面这个灵魂 这个亚当 就必须要因着罪 遭受永远的刑法 但是 世人呢 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神 才能得着神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罪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我们跟神之间呢 仍然有问题的 那这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公开服侍 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应当悔改 也就是说 从亚当开始 所有的这些罪 你都要掏出来 当你的罪得到了悔改之后 你就可以重新再得到神的祝福 本来你这个受咒诅的人呢 就可以得到祝福 本来你这个要死的人呢 就可以得活 本来你这个要下来地狱里的呢 就要可以进天国 本来你这个灭亡的人呢 就可以得到永生 现在主耶稣说这话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和神之间隔绝的 罪的强言呢 是极其可怕的 我们知道教导所里面呢 都有四维的高强 那么难道 他们的关在高强之内 是因为出不来吗 不是的 是罪把他们关在高强之内的 他必须要付出的罪的行量 那这样的话呢 任何一个人呢 就都不会被关在里面了 哪怕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罪呢 得到了解决 我们跟神之间的 这个祝福的大门呢 就被我们敞开了 当这个门敞开的时候 在世人的眼里呢 我们就原来是一样的 可是当我们的性命结束之后呢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解决了 所以说呢 罪就不能打发我们下地狱了 因为我们已经成了 重生的神的儿女了 我们就必然要在父家里边 永远地活着 大家能不能得到这样的幸福的回答 那这样的话 我们羡慕这世上有钱的人吗 我们人呢 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该靠着什么活呢 有的人呢 靠吃饭 喝水 穿衣 结果这样的来 聊死一生嘛 死了就完了嘛 可是主耶稣呢 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要背负我们的罪 为我们儿子的这个重大的事情 来临到他之前 他跟门徒们呢 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 把饼掰开递给门徒说 因为要吃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你要赖以生存的 永远的粮食 那么这从人的道理呢 是不能理解的 从人本主义呢 是不能理解的 凭我们的真实呢 是不能理解的 凭我们的常识 也是不能理解的 但是怎样才能理解呢 只有靠着真理呢 就能理解 靠着信心就能理解 而且呢 靠着神的 小义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知识呢 就可以理解 凭着书上的道理 书上的顺理是不能理解 耶稣的这句话的 结果耶稣呢 又拿起杯来 祝贤了以后呢 对他们说 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 你们要喝 因为这是永远的生命 这是永远的生命 耶稣呢 是永远活着的一位 他的血呢 他的血呢 是永远的 所以呢 你要喝我的血 叫人的灵魂永远地活着 所以这些话呢 世人的角度呢 都是不能理解的 科学也是不能理解的 逻辑的角度是不能理解的 书里的角度是不能理解的 怎样才能理解呢 唯独呢 借着圣灵的知识 经验到了圣灵的知识的人 经验到的人才能理解 大家你们里面 有这样的经验的回答 阿们 所以这是我们 多么感恩的事情呢 大家我们想一下 耶稣的牧师呢 就是为此而天狂起来的人 那么世上的粮食呢 有一天 我都 一天的我都没有 可主耶稣说 你要吃我的肉 这是永远的灵粮 所以当时的人的话 就没有办法理解 两千年前呢 在马可的 他家里边 这个楼里边呢 主耶稣说 具体的这时 二个门徒呢 就把饼掰开地 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肉 这是你们永远的粮食 大家想 两千年前的事 我们现在能信得进去吗 所以用人的思维来理解的话呢 这是疯子 但是现在我们呢 就活着命来去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着了 因为我们经验到了 我们大家理解的回答 所以按照神的法律而活的人呢 跟按照这个世界法律而活的人呢 是不一样的 的确呢 耶稣的肉呢 是我们永远的领量 祂的血呢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肉体脱掉的时候 吃喝 祂的血 祂的肉的人呢 就会在天国里边永生 所以呢 大家相信神的儿子呢 就是神的 回答阿们 祂的肉在你里面 祂的血在你里面的话 那你就会 你就会称呼神为父 耶稣 耶稣称呼神为父 我们也会称呼神为父 大家理解的回答阿们 大家我们多么感恩啊 耶稣呢 在石架上 亲自了流血 受死 两千年前的这个石架 是什么呢 是一个咒诅的木头 是最大的一个罪人 罪人当中的魁首 众人呢 都以为呢 不可以再叫他存活 他如果活一天的话呢 是对人的一个损失 所以是一个民愤 必须要赶紧地来治死他 世界才能太平 唯独把这样的一个罪人当中的魁首 挑出来 才定石架的 可是呢 人们呢 居然说耶稣是这样的一个罪魁 就把他定石架了 然而 世上的人们呢 为什么说耶稣呢 是四大圣人当中的一位呢 耶稣呢 是完全没有罪的一位 他死的是背负我们的罪 所以呢 他是为此而甘心来到世上的 他死以后第三天复活 就证明了他没有罪 大家理解地回答阿们 所以这一位呢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他解决了我们的罪 而且呢 他又对我们说 你们有忧愁吗 你们在这个世上 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你们凭着科学文明 有不能解决的不可能吗 各位 魔鬼呢 是科学文明不能解决的 魔鬼给人的咒诅 是科学文明不能解决的 魔鬼叫人犯罪 给人带来的死亡 是科学文明不能解决的 魔鬼要杀死我们的 科学文明不能解决 地狱的问题 科学文明不能解决 这些唯独 在天上的我们的主 才能够给我们解决 所以说 你要留见 你有这么多的问题 之后来跟我祈求 这样的话 我就必须回应你们 我就必须回应你们 你们要向我祈求 哈雷路亚 所以祷告呢 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祝福呢 这是赐给神的 儿女们的基业 祷告是基业 这个基业呢 是怎样的一个 庞大的基业呢 我在幕会之前呢 我在山上祷告来着 那时候我就祷告呢 神呢 我恳切地拜托你啊 祝我什么有能力的人呢 祝我啊 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有呢 不过就是我这个 得了病的 软弱的肉体 我当时呢 快病死了 我上山上祷告去呢 因为当时的医学呢 已经不能够再解决了 所以我带着 这样的绝望的身体 去祷告的 那么对不起 我当时的呼吸的时候 一张嘴啊 都能闻到 我的五脏六腑啊 发臭的 这样的气味啊 所以那时候我在山上祷告 首先呢 我不是去为了活而祷告的 我说神呢 叫我知道 我有病的原因是什么 祝我帮助我来找 祝我有病的原因啊 病不是原因 有病后边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的 这个原因呢 也是罪 大家听明白的回答 阿们 那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活 亚当吃了神 纷纷不可吃的 上而树上的果子 他违背了神的话语 结果呢 这个罪呢 导致他必定死 而且他治理 他管理 享用宇宙万物的所有权 也瞬间被夺取了 结果必须汉油满面 塞的湖口 并且他的重地呢 递不给他收成 要生出荆棘和吉利 来妨碍他的收获 所以呢 他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结果呢 他要因着受咒诅的缘故 灵活要在地狱当中来受用刑 大家我们想象一下 这是怎样的一个绝望的痛苦呢 这些是凭了我们的力量 不能解决的痛苦 必须神的儿子来解决 大家回答阿们 所以神的儿子被我们解决了以后呢 告诉我们 你们要祷告 也就是说 我呢 当时祷告 主的原因是什么呢 结果呢 神经就通过圣经 给我找到了原因 所有的这圣经的话语啊 摆在我的眼前 让我知道了 我没有活出来的部分 都是罪 所以我就知道 我的人生啊 活到那个时候呢 都是罪啊 因此 我得在神的面前的痛苦的 流泪的悔改祷告 所以退出去了 结果呢 健康呢 就急速的呢 得以恢复 我就得到了医治 医学呢 虽然解决不了 可是呢 神呢 是生命 神呢 是创造主 祂是用尘土造人的一位 在祂那里 没有难成的事情 这位吩咐我们说 你祈求 我就给你回应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呢 就看切的祈求 身体呢 就得以复苏 我就说 神啊 你既然让我读了神学 不就是为了叫我开拓教会吗 不就是为了叫我 来传扬耶稣保险的福音 来叫那些不知道 而要掉在地狱里的人 传播这个消息吗 所以呢 请你让我开拓一个教会 之后再死吧 那么神呢 终于叫我开拓了一个教会 之后我又祷告 神啊 别人呢 牧会十年的 主啊 就是让我呢 两年三年之内呢 就有那样的成果 别人呢 一百年之后啊 在我们韩国教会 如果你有一个呢 建大教会的计划的话 神呢 就你提前一百年 给我这个机会 而且呢 别的牧师啊 都说这事不能做 太难了 扔掉的 神呢 就你来支持我做 因为我知道 我反而也是要死了一个人 但是神呢 听了我这样的祷告 祂就在我的心里边呢 给了我无限的 一个接纳的能力 骂我的 我能够接纳他 论断我的 我能接纳他 给我带来损失的 我能接纳他 所以呢 各样的人呢 神都给了我 接纳他们的能力 我们教会开拓到现在 我们开拓第十八年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现在 这样的一个教会 那么人们就问呢 为什么你教会 建那么大呢 能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叫更多人 来到教会 听到得救 全然没有别的意思 所以呢 唯独有这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灵魂呢 不能眼看着 他掉在地狱里 在教的信言说进天国 没有比着更 叫我们幸福的消息了 没有比着更美好的消息 所以呢 神呢 不单单呢 是拯救了我们 而且呢 还给了我们 祷告的这个 基地告诉我们 你祈求呢 就 得着寻找 就寻见 叩门呢 就给你开门 这话呢 不是在圣经里的话 那是今天对你说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请你今天 接着祷告来解决 一起说 祈求就给你 我确信 无疑 如果神说假话 他就不是神了 他是不会说假话的 一位 各位 你们的主人牧师 如果说假话的话 谁还能承认我呢 所以说 我们说真话呢 才有信赖性 有的信赖性的话呢 才可以相信你的 互相相信了以后 才能建立呢 坚固的关系 所以呢 相信呢 才能建立一个坚固的关系 大家承认的回答 主啊 我相信你的话语 所以神呢 就会让我跟你的建立 至高的关系 神就会说了 好 那你祈求 我就可以给你成就 那么这样的祷告 不单单神对我们说 你祈求就得着 但生怕我们不信的 又对我们说 你们要奉我的名来祈求 你们要以我的名誉来祈求 我的名誉啊 即便是受了损失 你祷告的祈求 我也一定会回应 如果我不回应你的祈求 那我的名誉呢 就受损失 假如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祈求 没有回应的话 我们就会说 哎呀 奉耶稣的名祈求 也没有用啊 耶稣的名字就被我们藐视 所以呢 主会用了他的名 来回应我们 耶稣对我们说 你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大家我们知道 神的命令呢 是值多少钱的吗 大家我们自己判断 神的命令呢 是怎样的一个分量呢 祷告的回应啊 就是神的话语的成就 两千年前 耶稣以自己的名誉来对我们说 你们祈求 我就给你成就 这伟大的话语 那么当我们 以他的名誉来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了回应 他的应许呢 是确切的 他的应许呢 也就是说 一定会成就的 我们大家承认吗 所以天塌下来 也不要绝望 只要坚信 只要依靠主 又悲伤 又疼痛 也有折磨 这的祷告都能胜过 现在就祷告 现在就祷告 主耶稣 就站在你这边 主耶稣说 你们要以我的名来祈求 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相信我 来祈求我 我为了我的名誉 我必然要回应你们 如果我不回应你们的话 你们呢 一定会骂我的 主放你的名祷告 也不回应 没有用 你不就藐视我了吗 所以呢 为了我的名 不被你藐视 我一定会回应你的祈求 所以你要放我的名 来祈求 再的话呢 神就因儿子来得荣耀了 那我们祈求得到了回应的话 神为什么要得到荣耀呢 这就是因为 神啊 回应我们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 在我们得到了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的话呢 是对的 神的话呢 是事实 神的话呢 是对的 所以说神呢 我感谢你 神呢 你把我从科学文明解决不了的事 当中解决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的感谢神的 归荣耀与神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父神呢 就得到了荣耀 祂就喜悦了 所以呢 主耶稣就对我们说 你们不用担心了 你们只管祷告 所以你们得到回应的时候呢 就荣耀了神了 大家承认地回答他们 那大概是前两天呢 我对一个子没说 我说你呀 我们教会里边呢 就是有做见证的 这样一个节目 我说你出来做见证吧 跟你丈夫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医院里边 已经是宣告了 这个病不能医治 根本就不可能医治了 已经是决定了 说要准备后事了 大家想 这之后呢 这之后呢 我们就要依靠谁了呢 所以呢 主耶稣吩咐我们 无论何事 你不要挑 无论何事 你要奉我的名来祈求 我就给你成就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子 得荣耀 阿们 无论什么 那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呢 都要准备后事了 那这个人现在 他坐在这呢 在医院里边呢 他是查着这个氧气管的 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的心里面 太难的 因为神说了 你祈求我就给你成就嘛 你祈求就给你成就 天 你我们女人 这个回应的时间长吗 不是的 神的是无所不在的 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位呀 所以我当时就看见了 为你这个病人祷告 说我说主啊 我以你的名誉 来祷告 求你来负责 之后呢 我就一交给主 我就回来了 结果呢 他如果立刻站起来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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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医院里不相信 怎么能这样的事呢 医生当然就不会信了 因为他们学的是 合理的 合情理的 一合医学的 他不知道神是造物的主 神是全能的一位 我是多么的有自信 神是多么的有自信 才对我们说 你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呢 也就是他有足够的能力 你求什么都可以 他为了帮助他的儿女 他说 你奉我的名来祈求 我就给你成就 而你奉他的名祈求 他就成就 但是我们承认吗 但是我们相信吗 那这样的话 就请你们成为祷告的人 哈利路亚 结束了在路加福音的 十二章里面呢 就说 你们当中 你们当中 谁有父亲 儿子 要鱼 反而给蛇呢 如果要鱼 给蛇 哎呦 我爸真好 给我蛇 是为了做不要吗 谁会这么想呢 而且呢 十一节里面 你们中间做父亲呢 谁有儿子 求饼 反给他石头 求鱼 反拿蛇 当鱼 给他呢 求鸡蛋 反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上前知道 拿好东西 给儿女 何况你们天上的父 竟不将 更好的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也就说 神呢 会把更好的东西 来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父神呢 是如此的想给我们 大家承认的 阿们 父呢 总是要想给自己的儿女的 我们大家理解吗 所以呢 耶稣来到世上 他将他自己的性命 当成的赎价来赐给了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值多少钱的吗 他将他的性命 当成的赎价来赐给了我们 结果我们必死的罪呢 就消失了 但是让我们记得 他的生命永生了 所以这是值多少钱的呢 这是怎样的一个 高价值的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各位比如说 各位啊 这有不要 你们如果吃了这个不要的话 你们可以永远不死 这不要的价值呢 是二百万 大家想有几个人会买的 几乎都会买的 是吗 永远活着就二百万 谁不买的 但我不会买的 你们肯定是假话 怎么都永远活着呢 我肯定不会买的 可是我们信耶稣永生啊 人们不信 不相信这句话 所以才不信耶稣的 那么这个肉体呢 不过呢就是我们的 一个灵魂的衣服 不是真正的我们自己 我们里面的灵魂 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那么在罪里 我们里面的真正的 自己死了的人呢 这个祷告悔改 罪的就被涂抹 就罪得赦 圣洁了 我们才永远地活着的 所以大家想 这是值多少钱的呢 那么假如有一个不要 对你们说 如果你们吃了这个不要 活一百年 不会有人买的 因为怎么能活一百年呢 这是根本不像话的话 谁都不会信的 可是有的人呢 这个不要啊 你吃了油可以 延长十年 这说不定去买 说不定去买 十年的话呢 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吃了这个不要的话 可以健康起来的话 这么话呢 会有更多人心了 所以说呢 老年人呢 那么天天的被骗 就是卖了就逃跑那些人呢 被他们给骗 所以吃了以后就能健康 他们都上当受骗了嘛 如果你对老人说 你会永远活着的话呢 他也不相信 所以都是凭着这个常理来理解的 各位神呢 从科学文明的这个角度啊 知道我们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对我们说 你能解决的话呢 我们就不信了 可是呢 他是用天以上的宇宙之外的力量 来给我们解决 那他允许了我们 我们当然要信他了 因为他说要裁判儿子来给我们 结果呢 真的来了 结果呢 叫他订单的十字架上 这样的话呢 都成就了 何况 我们的祷告成就的话 又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呢 这父呢 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的父神呢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的父神 所以大家我们不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称呼父神 乃是呢实在的 从生我们的经验上来称呼我们的父神 但是我们不感恩嘛 以色列百姓们 他们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时候 在那里面呢 过着围奴的痛苦的生活 这是不能言表的 这可以说呢 是当成的不如生处的 那么他们的呼求声就不用说了 神就对这里的百姓说 你们来呼求我 我呢 你呼求我也可以来释放你们的 可是呢 这个法律是什么呢 你只有呼求我 我才能释放你们 有的就讲了 神呢 是一位美善的神 所以说呢 我们不用祷告 祂也都知道我们的事 给我们解决 这是假话 这是假话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话 圣经里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祈求 我才给你解决的 这是律 律呢 就是我们祷告神才回应我们 我们大家理解的回答 阿们 耶利米苏的爱是 十九章 十一到十三节里就说 你们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 就必寻见 祷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专心地来寻求神 神来解决我的问题吧 不是说神丢了 我们来寻找他 乃是神的 我的痛苦 只有你能给我解决 主啊 只有你能够给我解决 所以你是我的依靠 只有你是我的依靠 所以呢 神要让我们的这样的来 向他来祈求 祷告的 告诉我们 你们要专心地来寻求我 你们来呼求我 你们来祷告我 我就拥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 就必寻见 也就是说 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当然我们想起这句话 这里面是多么的激动呢 我们也是中央教会 29年期间的 年终无休的彻业祷告 来到了宫东这里之后呢 我们停止了这个彻业祷告 那是我们一休一休的祷告 结束了晨岛才散去 那么怎么上班的呢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每个人呢 仍然正常的工作上班 这是人不能够理解的 让我们在座经验的人呢 已经有数百名 现在坐在这里呢 所以祷告靠我们的力量 也做不到 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祷告的力量 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而且祷告的资源 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而且我们能祷告出来的 这个问题 也是神帮助我们 找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祷告的好像是我在祈求 可是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来祈求 祂也给我们祈求的力量 并且祷告的主要回应我们 我们带祂承认地回答阿们 这是我们多么感恩的事情呢 所以呢 各位 祷告的是儿女的权利 祷告的是儿女的基业 祷告的就是我们 在被囚的地方来扑囚 祖释放我 所以这是我们来寻求自由 从魔鬼的手里 从罪里边的求神来释放我们 从这个世界的困盲里边的求神来释放我们 这个钥匙的就是祷告 就是我们封着的能力 祂让我们承认地回答阿们 宴福音的十五章的十六节里说 不是你们监选了我 是我监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祂就赐给你们 既然我们照着主所愿地活 照着主所愿地来祈求 那么不管我们祈求什么 主就都会赐给我们 所以大家我们不用担心的 不给我们而不祷告 大家我们要放心地来祷告 不要怀疑地来祷告 我们贫穷的时候 就是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学料费都交不起 结果呢 在班里边就被同学们给孤立了 你也不交学费就上学吗 我们都交学费了 现在叫登陆费 那时候就是一个月一交的学杂费 那么我回家之后呢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我的父亲 因为知道家里没有钱 所以不敢说 比方现在的孩子没心没肺的 回家以后呢就要钱 我们那时候呢 小小的孩子就已经懂事了 因为明知道父母没有钱 你怎么要呢 可是没有办法呀 我就说了一次 我说爸爸 我没有交学杂费 所以我就 在学校里呢 一个多小时跪着 举椅子来着 就是被老师给罚了 我说爸爸 这个手也被老师给用棍子打了 因为没有交学杂费 那我爸爸就说 这么长时间没交了 因为七个儿子嘛 谁怎么样的话呢 都忘了 那我爸爸呢 就说 下一次赶集的时候呢 我给你准备 你等着下一次赶集 所以这回我就开始 大流星的上学去了 一天到 学费什么时候拿来 我爸爸说 下次赶紧慢了以后 给我拿钱 就非常非常地潇洒了 他有自信了 因为我爸爸说给 我都站得有自信 何况呢 神说给我们了 是的神呢 你说了 请求救给我 好了 哈雷路亚 这跟我们已经得到的是一样的 大家这是多么叫我们 请劲的一个允许了 大家理解了阿们 但是我们该这样的感谢 这位父神了 所以呢各位 我们也还是终于教会了 到今天 所有的圣徒 都是活在祷告里的 现在的圣徒们 真的祷告啊 世上的人 他们不知道这个基业 他们不知道 我开始不会 有五次差一点 每次 每次越过这个死亡 第一股啊 我都是接着祷告 但是我岂觉得 不是说主啊 你叫我活 那是找原因是什么 世上的人呢 从科学 医学的角度来找 有病的原因 可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找原因呢 是从属灵的角度来找 也就是说 我跟神之间 有没有搞错了的 部分 我在神面前呢 有没有什么隔绝 一句话来讲 也就是说 到底我犯了什么样的罪 我在找啊 也就是说 我这个有病的 这个根基啊 臭的根基找出来 悔改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找来找去 找到了今天 结果呢 神说 你要不住地 祷告的这句话 我们就活在 这个不住地 祷告这个话里了 我们人呢 活在世上 说不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但没准属灵的人呢 不管在任何的 任何的言谈追者当中啊 不绝犯的罪啊 这些罪呢 就都打负我们下地狱 这些罪呢 是我们的仇敌 所以我们就每天祷告啊 接着悔改 叫我们圣洁 所以我们属灵的人呢 就期待着属灵的幸福 因此 我们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来祷告 而且大家不要怀疑着祷告 而且你要 信得着呢 就必得着 大家承认吗 主啊 我的救主啊 而且呢 反我求 你能回应我的主啊 而且主啊 你为了救我呢 你亲自的来受害 受压伤 受警戒 受鞭伤 解决了我灵魂地 所有的问题的主啊 而且你有将你的名字 来赐给我 告诉我们说 你封我的名字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主啊 现在你仍然地成就你的话 而且你才拜着圣灵来 叫圣灵在我里面来 生活肉体的私欲经义和要求 天天叫我们活着圣洁 是我们今天死的 也能进天国的 主啊 我感谢你 我要活在祷告里 主要活在你的恩典里 哈利路亚 大家我们一起来 高举双手 我们同心合一地祷告 我们同心合一地祷告 菲律宾书 告诉我们三章里 一秒举起你们 圣洁的双手来向神祈求 举起你圣洁的双手来向神祈求 主要求你来抓住我的手 主要求你来解决我的问题 大家我们先来 悔改我们没有祷告的罪 之后来求神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你们的问题呢 就痛苦呢 都会灭绝的 大家我们相亲主的应许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三公主来祷告 主啊 主啊 主要求祿许来祷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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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